被嫌供电慢 台电工程人员遭围呦 不只人被打伤 连工程车都被砸烂了 不过对台电工程人员来说 心所受的伤 可能比肉体与车子的损害更难过 两名台电工程人员 昨天在云林县抢修电力时 近两度被不满停电太久的男子殴打 台电表示 苏迪勒台风过境 造成台湾史上停电户数最多的记录 经过日夜抢修 云林地区还有约两万户未供电 已经出动所有抢修人力 分散班至不眠不休抢修周 请民众不要伤害台电人员 网友则是一片骂声 豆腐有没有同理心啊 真的很可恶耶 一定要揪出凶手的啦 台电工程人员虽然身心受创 最挂心的还是来电啦 东新闻云林报导 苹果目击一百位爆料公民 每月独家爆料两则以上照片或影片 如采用当月就发两万元奖金 爆料拿奖一举数得 照片一千影片两千元 每周点阅数最高再送奖金五万元 全民监督社会从爆料做起 爆料请打电话或用APP电邮等各种方式